今天這個講座其實就是蔡馬會社區資助計劃的 保育社區物化為產計劃的一部分 這個計劃就希望用不同的活動 讓不同的社區人士認識香港的社區物化為產 今天我們很開心邀請到兩位講者 那兩位講者其實我不需要特別介紹 反而我想介紹一下他們的背景 今天的講題主要是關於香港的 已經接近成為文化為產的香港的足球 大家都知道可能香港的足球以前很興起 慢慢現在入場的人數下跌的情況非常急速 你看到在大球場或在旺角場的入場人士有多少 大家都很清楚 這次我們就圍繞回以往五十年代足球的日視 今天首先作為一種開賽介紹的背景就是 當年有一場七六年有一個很經典的足球賽事 就是南華對精工 當時也是球壇裏面的斑壩 南華現在都依然存在 精工已經消失了這個世界上 那這場球怎麼經典呢 就是南華當年就是 這場球是先入了四球先的 四比零先的 但是最後呢 很可惜是輸了五比四的 那怎樣介紹這場球呢 就是因為當日 因為其中一位講者 就是在場裏面的 她的心臟病是病發的 那就是今天先介紹的一位講者 丁申帆博士 她是 南華的老闆 另外一位呢 就是另外一位講者 周家健博士 她是精工的 兩位就是 就是在過往 所愛戴的頭隊呢 都有當面交鋒 那當然是 我想問最後的數對 精工贏得多還是南華贏 不要這樣問 因為精工贏得多 好 那我們有請 丁博士 各位朋友 早安 今天真是 來到這麽偏僻的地方 有這麽多朋友 首先真是多謝大家 因為呢 最初 劉先生就說 他要出去門口接我 那很奇怪 沒有理由 照計理工有多大 那怎麽知道一邊走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是由A到Z 那我才知道原來Z是這麽遠的 所以多謝大家 那麽偏僻來到這裏 那今天呢 其實主題講者呢 就是周生 我呢 就在這裏插火打雲的 那劉智偉呢 就他 因爲我之前跟他聊天都講過 就是我對於那場波 就等待於懷 所以今天特地 就選了那場波 就是作為一個封面 就是這個5比4 那其實那個年代呢 就是大球場 還未翻身的時候呢 就所謂四面紅旗 那個盛況 就是現在呢 沒有辦法可以上帳 周圍都在紅旗 那就很奇怪 不知道是風水問題 是什麽 自從那大球場翻身了之後呢 就是 香港足球一落千丈 因為說回頭呢 我大概在三十年前呢 曾經想過 滴起心肝寫這篇文章去分析 香港足球怎麽會衰落的 那好彩 好彩 好彩沒有寫到 因爲那時候都未衰到現在那麽衰 所以呢 其實衰處未算衰 那我亦都原來 原來這次他們這個talk 原來是拿了這個馬會 是不是馬會 馬會的錢呢 是當是一個文化遺產來講 那我這件事非常之感慨 因爲我們先那年呢 我都仍是一個叫 非民真文化遺產的 就是那個committee的那個member 那時候我們真的 就是當時醒起來呢 就是原來我們不記得了 是將香港的足球列了入去 就是憑危的非民真文化遺產的名單裏面 那麽就 那麽就講到足球來講呢 我自己就是 就是由頭到尾都用藍燈 不過呢 最悲哀的就是 我今天看見這個標誌 已經是沒有感覺 就是之前呢 是發瘋的 就是直接那種瘋狂 每個禮拜呢 想到 接下來六禮拜 六禮拜日 南華有球踢呢 人生是充滿希望 很充實的 覺得自己很充實 如果能夠有機會入到場的話 就更加是 那個禮拜都興奮到睡不著覺 那麽因為我家裏是不給他看打球的 我媽媽覺得看打球的人 應該都不是好人的了 那麽所以就不給他看打球 我都是通常不知騙他去非法定去哪裏 才撩進去看打球 那麽就 由南華講起是很合適的 因為大家知道了 足球呢 即是說回頭 那麽大家知道 就是我們現在呢 就叫足球 但大家知不知道 在韓國 足球是叫做什麽的 韓國足球的名字叫做足球 足球是什麽 足球就是足球 所以又是一個禮塞球諸野的一個好禮字 什麽叫做足球 什麽叫做足球 就是我們知道宋朝 大家如果看過水虎傳 就知道有個叫高球的人 高球就很聰明 即是在那裏猜球的 即是他 即是在這方面的能手 即是如果根據水虎傳 他就藉著他的球旗出眾 是得到宋徽宗的欣賞 Anyway 這件事其實你發現 就是原來 我們宋朝的時候 已經有這種這樣的 當然啦 它是沒有一個正式 好像後來 那個format attack的方法 但起碼足球這件事 那時候已經有 而韓國呢 傳了去韓國 韓國就用足球這個字 是代表足球 反而我們中國人 就自己去想一個足球出來 其實主要都是football 翻譯過來的 大家知道 所有都是football的 即是德文 又是西班牙文 你認到那個字的 要麼是foot 要麼是fut 要麼總之都是足球的那個字 南華和香港足球的發展 是息息相關的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我們講的 祝福是宋朝的事 但實際上今時今日的足球 我們都說是英國開始的 所以英國對這件事 就是非常之自豪 雖然現在英國呢 最新的那個 排出來的那個名單 已經是淪為世界第十七了 那我覺得所有英國人 應該都為此感到羞恥的 十七啊大哥 那所以但是就是 你知道這類的足球運動 隨著其他很多東西一樣 都是英國人管治香港的時候 在十九世紀已經傳了進來 所以香港最早的就是水兵隊 就是那些陸軍對海軍 那些什麼水兵隊對海軍 就是那類這樣的 全部都是當時的英軍裏面 自己組織一些球隊來踢球 那跟著就出現了一些叫大桌客 就所謂港會了 香港足球會 香港Football Club 就是香港Football Club 就是其實是一班那些 就是大班 那就是踢一下衛生球 那所以就出現了這些 這樣的球會 然後呢就是 就是開始是在一些書院仔 特別是黃隱書院 這個又是跟黃隱 就是很有關係的 就是那班黃隱仔 就覺得 也挺有趣的 他們有這樣的球 於是他們又去組隊去踢球 這個就正正是 南華足球會的起源 所以南華最初成立的時候 莫慶那一班 整班都是書院仔 就將一個西方的一些事物 印進入了來香港 所以我們可以將足球都看作為一個 西方印進來到中國的一件事 雖然就是 我們中國很多東西都叫出口轉來銷 其實就是可能中國發明了 第二道傳回來 那麼 南華當時我想在 就是應該這麼說 我想在1980年 我都可以蒙茶茶 大概80年前應該都是威到盡 就是講足球就是講到南華 所以那個時候 就是很多南華的球都去看 就去南華會看都有 那我就發現 後來都是慢慢 就因為香港的足球 一直走下球 那我慢慢就開始淡了下來 那現在我說給自己聽 好淡下來的好處就是 可以很中立的 很冷靜去看球技去看球 然後我後來發現 原來這個東西是不存在的 看球 但是如果你沒有一隊球隊去擁 的話 其實是 其實是不投入的 就是那個問題就是 欣賞球技是另一個問題 你投不投入是另一個問題 你瘋不瘋狂是更加另一個問題 所以如果你沒有任何一隊球隊 你自己去擁 你慢慢就不會去球場 所以我跟著就我想 我絕跡 香港的球場 N年那麼久 就是久到我都忘記了 所以就是 但是剛才打出來的那個 就是精工對 對南華那一場 就可以算是香港的一場 就是足球壇上面的 一場經典的賽事 就是那個逆轉 大家知道 看球 其實最扣人心願的就是逆轉 如果大家上個禮拜 就是馬黑起身 看這個 這個車路士對這個 這個巴黎姓日耳門的話 你就會明白到 什麼叫逆轉 就是那種給人的那種驚喜 就是發狂的驚喜 就是跟你由頭帶到尾 是兩馬子事 所以就是 雖然我兩隊都不同 但是到那一刻 我就覺得 都想看看摩連奴 怎麼下他的面子 所以就終於見到摩連奴 落臉的樣子 那麼 香港的足球來講 我想之前不要講 因為之前實在太遠了 我自己也是大約六十年代 開始就看足球 但是其實都是很少看 因為我怕不讓他看 就只是在那裡聽 但是你知道那個年代 如果你聽過陸鎮圈 要搬接防波 你就知道現在這是垃圾 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 譬如說 何 何什麼鬼 何鑑江 我覺得何鑑江 都好聽 何鑑江 都好聽 何鑑江都好聽 死了不在 就是 葉本接盧鎮圈 就是 他兩個的配搭 是絕配來的 就是因為一個很火爆 一個很冷靜 那盧鎮圈 也都是有另一個筆名 叫原子塵 就是當時的 《香港時報》那裡 是寫《波經》 我自己是看文匯 我是看《大公報》大的 日後去《大公報》 看《新版》 所以你知道我思想是怎樣 你可以想穿 不幸而呢 就因為喜歡足球 於是 所以買了《香港時報》看 越看越過 都過癮 所以 全靠《香港時報》 才平衡一下 如果不是變成大了 但是《香港時報》的《波經》 真的沒得頂 你現在看回頭 《香港時報》 特別是原子塵 其實就是盧鎮圈 就是他那個文化修養非常之好 那個年代 聽《波》已經是大好樂趣 因為 可能樂趣大過去看《波》 原因就是 有什麼呢 一場可能平淡到不得了的一場球 是這兩位人兄 特別好像在葉觀哲的口裡面 講到好像是精彩萬分 所以可能好過去看《波》的 所以其實 你發現一個問題就是 哎呀小小 就是 我其實都是奢天奢地 其實你發現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香港地 無論講《波》講《馬》 都不及以前 原因很簡單的 那些人的修辭太差 那個文學根底太差 其實你講《波》好 講《馬》好 其實你看看《棟標》講《馬》 簡直是享受來的 雖然我完全不是馬迷 但是 我很喜歡看他講《馬》 那問題就是 一來的肉緊 二來就是 那一代的人 始終都讀過很多文言文 讀過很多古書 所以他們一講出來的每一句話 都不一樣 但是後來 現在那些 那些年輕人 就是差不多了 都是這樣 那就是 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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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車完 地 我想香港的足球 我這樣看 就是戰前不要理它 戰後來講 我自己就覺得 應該是有幾個 所謂的高峰期 一個高峰期就是 我想是五十年代 或者到十年代的時候 那個年代的代表球員 就會是姚卓燕 莫真華 就是所謂的那幾條煙 就是王之強 這個 王之強 這個 何祥友 莫真華 就是 要出現 那些那個年代 所謂的 就是五條煙 藍化五條煙的時代 那個經典的球賽 就會是南巴大戰 那我不知道在座 有沒有人看過南巴大戰 起碼我沒有 那個年代 根本那個聯邦都沒有聽 就是如果說南巴大戰 太早了 那是哪一年 是不是一九五幾 我幫你聽 OK 我忘了是哪一年 我想應該是很早的 就是南巴大戰 可能是 五零年代晚期 或者六十年代初 我根本還沒看 我想波可能 我忘了 好像還沒有聽波 很早 那這個是一個高峰期 那個年代 大家都會知道 就是 有一隊叫做中華民國隊 其實這個在香港 足球史上面 是很奇怪的一頁 就是香港的球員 分了兩批 有一批 就是香港出生的 香港出生的那批 代表香港隊 因為當時香港 是屬於英國管的 所以這班人 就拿British Passport 所以就是代表香港隊 另外一班 其實是大陸出生的 他們是大陸下來的 這班人其實是佔了香港的 足球 當時的足球員裏面 我想有七成左右 特別是最好球的 基本上都是大陸下來的 他們就代表一個叫做中華民國隊 所以就是 很有趣地 代表台灣出戰 那時候應該我想 是香港足球其中一個 黃金的時代 我還記得那個年代 我們對 就是在亞洲唯一的對手 就是南韓 南韓那個時候 那些球員有些名字 我還記得的 就是自願旅行 車太成 那班人 其實是有打的 那時候 我們對著韓國 可能是高他一點點的 還是六四波 我還記得那時候 他在吉隆坡打默迪卡 在吉隆坡打默迪卡的時候 這個應該我覺得 是香港足球的一個黃金時代 其實那個黃金時代 是延續著戰前 就是李衛棠 就是這班孫 這個 這個 譚江柏 就是那個年代 其實是一個延續來的 所以就是那個年代 是一個黃金時代 就是很多很好博的人 就是 這個是一個黃金時代 然後就是 這個時代過了去之後 就 似乎另外一個黃金時代 就是 就是 我想是 還有哪個黃金時代呢 除了那個黃金時代 那我想是 精工補路華哥 是一個黃金時代 就是引進了一些 外國 特別是英國 退役的一些足球員 那年代 哇 這班人這麼好球 來到香港 就是很控動的一回事 就是引起大家都很控動 而且他們真的非常之好 最終我記得是 必得利 Petry Petry的流浪 引進了一批什麼 居里啊 大水牛啊 就是那班人在說 那那個呢 就是 我想 那個是一個 那後來就到 這個 精工補路華 引進了一些更加厲害的 就是退役的球員 那那個會是一個黃金時代 所以我想就是 香港就是猶豫出現 然後下一批就是張子代 阿鄉阿平 然後就會到 差不多五個洪了 我想五個洪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 又是另一個高峰 就是精工補路華時的 但是跟著呢 就是 基本上是沒落的了 就是 敏敏的就是 山道士 我覺得 山道士是幾好球的 但是他實在太小顆了 他實在太小顆了 如果他稍微高大一點 他應該都OK的 因為踢球 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講智慧 那什麼叫做智慧 你看不懂踢球就知道 你看Lino 什麼時候踢球 你知道什麼叫足球智慧 我想那些根本不需要你教的 就是根本上 在他的DNA裡面 就是懂得這樣踢球 那所以就是 就是 我想牧山道士 從某種程度上 他都有這種智慧 但是 始終身材太小顆了 就非常之懲敗 那個已經在一路 正在搭 現在呢 就和大家 就是 看看這幾張東西 那 當然啦 如果你說到威水 當然是李慧棠威水 那 李慧棠呢 大家如果有興趣 李慧棠原來在 先看 先看 這裡先 真是 不好意思 拍一拍他 霧出來 其實我也是有一次 不小心 在報復林走走走走 怎麼都發現 咦 連下李慧棠在這裡 唯有谷三個功 這個真是足球皇帝 戰前我們中國的足球皇帝 這個在講的就是 哇 四七年了 這個厲害了 這個就是 那個叫什麼 好像在腳虎 孫錦信 打疫的 忍就記得 但是你發現 其實你一看這個樣子 就知道那些人 那個時候年紀都已經很大了 就是 好像打元老盃 那 李慧棠呢 其實 就是 香港的大坑是很奇怪的 大坑似乎都出現了一些球員 那我們知道 他是 李慧棠是大坑人 那現在其實大坑還有他的墨寶看到的 大坑那裡有一條街叫書館街 那書館街那裡就有一間書館的 因為他為什麼會叫書館街 因為有一間書館 那書館呢 是孔聖會辦的 大家小心那個不是叫孔聖堂 叫孔聖會 那就是香港都幾老牌的一個專孔的團體 那有辦很多義學的 全盛時期有四十幾間義學 那其中一間義學就是大坑那個位置 那就是 那當然 就 戰後呢 就由街坑福利會接手去辦 那所以呢 就是 當年李慧棠呢 就是大坑街坑福利會的活長 那所以呢 他就弄了個碑在那裡 這個呢 很難得見到他的墨寶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我想是 南華一個黃金時代 黃金時代其實幾乎是沒有對手的 上幾位人兄 那李慧德就是 因為大家知道他是 李慧棠的兒子 那 王志強和長友 李慧德要出現 莫振華 那 就 但是這個這個時代呢 我就 沒得了什麼 這麼小 沒看球 那我有機會看到的呢 就是其實我看球的時候呢 就要出現 已經是差不多退休了 莫振華隱約看過少少 那基本上就是黃志強和長友呢 看的比較多些 那時候呢 就說這個厲害了 就是外丁寶公爵 仿港呢 都會 走去看 看球 那你發現呢 很有趣的就是何長友做介紹 因為我想是 所有人裡面 唯一他懂英文的 那個年代哪鬼才懂英文呢 那幫人 是不是 書都不會讀得多 其實那個年代真的 大家那個知識水平是比較低的 那幫幫牛來的 就是基本上是 其實到後期 譬如陳法茲那些都是 沒什麼讀過書 因為家裡是賣魚的 那其實就是一個魚檔幫忙 那就是 他賣完魚之後 就走到球場那裡 就是在那裡留練 那其實就是差點那些 看一下 就是如果碰到黑社會呢 他就失去了 那只不過呢 又被一些球探 發現了他這個人 啊 幾有肩份 那他才成為足球員的 那所以大部分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文化可言 大家想著那個年代 愛丁布工作坊說 還可以走去主持一場足球賽 開幕禮 我想現在呢 沒有一個大粒人來香港 會走去主持一場足球的 因為被人搶都搶到傻了 講到球場的搶呢 我覺得是很值得研究 那種是一種群眾心理學 因為一個因 如果叫你搶呢 你就要負責任的 但是成萬人在搶的時候 是完全不需要負責任的 我其實是很感受良多的 對於那種蛤是感受良多的 其實那種蛤呢 我覺得香港足球是不單 其實從來我自己都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我覺得香港足球叫做不知所謂 球不是更加不知所謂 就是其實只不過人類的球員 飛鏟那波出界 就死在那裡拍照 就是完全香港足球是沒有組織的 長期是沒有組織的 長期這波是靠扶輪入球的 就是如果對方不犯錯呢 我們基本上很難靠著一些 很有創意或者建設性的一個入攝方法去入球的 大部份的球都是符符符符符的入 但是呢 只要你是符符符符的入球 已經有人拍攝手掌 那個要求是非常之低 其實 由香港所謂最高峰的時候 到今時今日我入到球場的感覺 都是同一件事 就是沒有進步的 不懂虛心學習 永遠是入到一兩球球 符符符符符就已經覺得自己都好像聰明了 從來沒有去分析究竟別人怎樣可以入到球 你入不到球 所以其實香港的足球呢 打後吞這個是理所當然的事 這個是姚卓然 姚卓然其實就是 主要來講 現在講大概 時間很快 現在差不多五六年前 我們在2006年 我還在博物館的時候 就搞了一個展覽 那個展覽就叫足球 因為那年剛剛世界杯 我吃著世界杯 就搞一個展覽講足球 我怎知道那個展覽就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就是失敗的 因為入場人數非常之少 然後發現 那些人喜歡看球是一回事 但是未必有興趣看一個有足球有關的展覽 正如個個手去跑馬 但是賽馬博物館 那些人呢 是挺倒楣的 如果不是他是馬會的話 他根本倒楣很久 但是馬會就不用談了 哪會有倒楣這回事 但是說明那個道理 你喜歡看足球 不一定看足球的展覽 正如你喜歡去音樂會 不一定會看史特勞斯的展覽 所以你發現 是兩回事來的 姚卓然 那時候我們曾經想訪問姚卓然 曾經真的想去找姚卓然訪問 但是就知道 原來他已經在醫院裡很久了 我想他到晚年的時候 都相當露倒的 這一輩的足球員是很慘的 除了何長友 一早就移民了澳洲 其他有很多球員 其實到晚年都是 都是挺坎坷的 我想他主要的問題 就是因為他們 年青的時候 沒有怎麼受過教育 不是每個都可以做教練的 所以一無球踢的時候 他們都不知道 沒有什麼好做 加上他們早年的時候 的生活方式 也都很有問題 就是當他賺到錢的時候 就亂發又喜歡賭錢 就是我想 飄倒飲出什麼都齊的 所以到了晚年的時候 其實這一脫的球員 很多都很慘 那姚卓然 幸運的就有個大水喉照著 那個人就叫做霍英東 霍英東是很念舊的 因為他們有支足球隊 叫友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以前在修盾 都有踢的 那幫人其實很厲害 就是踢大小型球出身 腳踏很厲害 那時經常有個傳說 然後就說 姚卓然很喜歡傳球 給霍英東射 給我入的 那就說 不知入一球球 又有多少錢 打賞之類 那我想都是的 因為明明對著龍門 空門他都不會射 就是交給霍英東射 那霍英東又 作為一個老闆 也很難得 就是他很熱愛足球 雖然當然他不是那一輩子 所以訪問不到姚卓然 我有個朋友 認識鄉和阿萍他們 所以我見過張子惠 張子惠 張子惠就不要計 張子惠 張子惠就很差 大家知道 他後來開的士 我想大家都 如果有留意足球 他都會記得 張子惠那件事 就是他開的士去騙遊客 騙遊客 好像不知最後的結果 那點我就不太記得了 究竟是罰款 還是坐牢 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似乎人的品 真的有少許問題 哇 1951 不是吧 那場南班大戰 好像是花虛打 是 53 53 哦 1953 在哪裏 哦 南華會 1953 所以 哇 真的很早 然後這些就是早到 早到 早到剛剛出生的 那大家知道 就是 現在有本書 由黃文偉寫 就是叫做黃文偉寫 我想是他講人幫他寫 那我想現在是 就是都是幾有趣 但是 其實我馬上因為他失望 因為他都沒有什麼爆 講完些東西都是 是